美麗的櫻花象徵 春天已經來到了 劉彥老師您長期在關注的 就是全球國際化妝品 還有保養品的市場的動態 是不是來告訴我們2019年 最新的一個趨勢會是什麼 還有台灣的市場 跟其他亞洲市場相比 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喜好 或者是使用的習慣 有 其實我發現這幾年來 所謂的保養品 保養意識的抬頭 大家已經把保養這件事情 變得像在對待自己的健康一樣 它變成是一個生活中 必須要做的一件事 把臉洗乾淨 把臉洗正確 然後之後再用適合的商品 來保養自己 把皮膚變健康 就像身體變健康一樣 比如說日本 韓國 他們很重視的除了說清潔之外 他們很重視保濕這件事情 而在台灣我們在清潔之外 我們要的是清潔力 然後我們可能還要有抑制油脂分泌 但是我們還要在兼具保濕 所以我們在清潔的這件事情上面 要求得更全方位 對 這是我覺得在 我們鄰近國家最大不同的地方 好 再來請教一下社長 我們知道就是說你們的公司 但是在2016年正式進入台灣市場之外 同時間在泰國 新加坡 香港 韓國也都設點了 所以對於整個亞洲地區 應該有比較全方位的一個觀察 是不是來告訴我們 這個亞洲保養的新趨勢 有沒有一些您的觀察 值得跟大家來做分享的 對於這個面目的 我本当にその人の悩みが解決できるかどうか ということに社員みんなですごく拘っている会社なんです ここが他社との差別化なんですよね 私たちマナラをまだ知らないアジアの女性にも もっともっと広げたいですし 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企业理念